今晚的《適經》的討論會 那我們的主題呢 大主題呢 仍然是建立人的靈命 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去到 第四個大點 就是呢 明白 對不起 不是第四個大點 是 第六個大點 幫助人明白罪的嚴重性和後果 這裏講到是傳呼音的時候 就是當我們去建立人的靈命幫助人 或者是幫助他成長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讓他知道人的罪性 因為如果人不覺得自己有罪呢 他呢 就會 那我們呢 就 就是說 當我們幫人靈命的時候 都讓他知道我們人人都有罪性的 我們的罪性呢 可以對我們很大的影響的 那我們需要幫助人去明白他的罪性 但是 幫他明白罪性不代表我們是用 很強硬的方法 方法才能夠讓他知罪的 不是一定要強硬的 是可以 有和義 有智慧 有些時候需要清晰 應該說 都可以有強硬的時候 不過呢 是 我們整體上 我們是 不是在這個 指出罪的時候呢 就是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不是一定要這樣的 只是讓他知道 我們罪的破壞性 所以我們如果要成長 建立人的靈命 他一定要明白 罪性的影響 那這裡 我們建立靈命呢 一方面是全福音 另一方面呢 就是 幫助已經信了耶穌的人去成長的 那是需要幫助他去了解他的罪性的 那我們第一個經文呢 就是耶尼米書十七章九節 人心比賣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那這個經文我們早點的時候呢 講到 因為明白人的罪性不給他影響 第四個要點呢 是有用過的 那我這裡只是簡略去講 就是說 我們明白人心比賣物都詭詐 就是人是很詭詐 人會因為有罪性 所以會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 自己會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 一些小時候呢 就會懂得不聽話 懂得說謊 是不需要有人教他的 人的罪性會引致人呢 是自動去犯罪 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呢 一定要知道我們有罪 知道我們有這個罪性情 我們認識這個罪性情 才能夠悔改 離開罪 然後呢 去求子赦免和跟從神 那我們想幫人有這件事的時候呢 那我們需要是求神給我們智慧 怎樣去幫助人去知道他的罪 我們不是一定要很強烈地去說他 我們只是讓他知道我們有罪 我們每天都有罪 而神是不喜悅的 那我們 譬如說說到人心對於萬物都詭詐 或極珠碎能識透呢 那我們可以用一些例子 講例子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先講到自己 我們自己都會在一些情況做錯事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 譬如 譬如我們在 譬如在學校 或者在某一個處地方 是沒有人在這裡 然後跟著呢 我們弄爛了一件事 那弄爛了一件事的時候呢 就 後果很嚴重的 會造成很多不變啦 財物的損失啦 很大的問題啦 那呢 就是 人有一個傾向 立即說 我有沒有辦法 沒有人知道我走了呢 這個是人的本性 好了 譬如他走不掉 那他就會去想方法 怎樣方法呢 可以推卸責任 所以有很多時候 人都會有方法 就是找方法 去推卸責任 去說謊話 就說不是我做的 是別人做的 是賴了人啦 那 也都很多時候呢 就 就是有些事根本呢 是我們的問題的 但是人呢 是會賴了別人啦 就是壞了 把責任 推在人的身上 那 廣東話有一句俗語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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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出這種的情況 好講得出 那這句說話 真的不是很好聽 不過都是 就是很多時候人都會用的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柯市不出賴地硬啦 就是 自己 那些變變不出呢 就賴地下 硬 那地下硬 跟我們大便不出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人是會賴人啦 就是說都是你衰啦 是你搞到這樣的 是你造成的 那就是這個人的鬼詐 人的講謊 人的貪錢啊 貪財啊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用的方法去 介紹給人聽 給人知道 人真的 真是人都有罪 那我們可以自己承認 譬如我自己我都承認 我講過很多次的謊 就是我現在我就知道 講謊的嚴重性 那我是會決意不講謊的 那但是真的 我人生之中 就是試過講很多次的謊 這個是真實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跟人說的 我都講過謊 你有沒有認識的人 是從來沒有講謊的呢 那又可以問他 那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說過謊呢 那或者我們會用一些方法去達到我們的目的 那這都是人的鬼詐 那我們來到神面前 神是完全沒有鬼詐的 他是很聖結光明的 所以人鬼詐是不能夠得到神的喜悅的 我們一定是要悔改 來到神面前悔改 神才會赦免我們的罪的 然後跟著我們就去第二個經文了 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 因為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賜在我 我的主基督耶穌雷乃是永生 那這裡講到呢 就是罪有個功架 就是做功有功架 做功 我們做了功之後呢 會有功錢 那而犯罪呢 那個功架呢 得到的代價就是 那這個死呢 那這個死呢 就不是說肉身的死 是永遠的沉淪 是很恐怖的 永遠的沉淪 是很恐怖的 那有些基督徒都會否認永遠的沉淪的 有些基督徒都不相信這件事的 那但是我們很簡單一個答案 就是在馬太夫欣二十五章四十六節那裡講到 那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就是講到綿羊山羊的比喻 那些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的人呢 他們是要進入永營的 就是說 我們信耶穌 悔改信耶穌就得救 但是信耶穌 神一定居住在我們裡面 就會產生果效了 如果那個人是完全沒有改變 是靈改變 完全沒有做在別人的身上的時候 他是不能夠得救 他是要進入永營的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真的得救的人 是一定會有行為的改變 那之前我曾經說過一件事的 就是說 一個完全不傳福音的人 可以不得救 那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裡所講的內容 就是講到 沒有做一些 就是當個人有需要的時候 沒有做在他身上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 經過說明是主的弟兄身上 那麼 這個人是不得救的 那 這裡講到就是說 基督徒 真信主之後 一定會有改變 改變就是會祝福別人 而祝福別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傳福音 所以如果那個人完全沒有傳福音 也都是耶穌所講的說話 凡不結果子的樹就坎下來雕在火裡燒了 就是說他的生命是完全靈果子 什麼果子都沒有 聖靈的果子也沒有 祝福人的果子也沒有 師奉神的果子也沒有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 神去判斷 我們不去判斷 但是我們會提醒人 我們在最終不會那個人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就是說呢 也都是說 我們信耶穌是得救的 但是信耶穌不會停留在只是信耶穌的 是一定有改變 而其中一件事就是 沒有結果子的 就是 果子我們周圍的人 如果我們沒有將福音傳給他 是可以沉淪的 尤其是我們直屬的家人 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配偶、子女 如果一個人說信耶穌 但是他完全沒有向他們傳福音 就是他的靈命是真的很有問題 他真的不覺得信耶穌是重要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是有危險可以是不得救的 就是為什麼我用有危險呢 因為我不是去判斷 不過我說呢 因為他的果子是接近靈 那到底 有些人說 那好吧 我不接近靈 我是一 你們是一百 我是一 那我們 不能夠去判斷的 我譬如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 他說 我一生人中 我幫過幾個人 我幫過幾個人 那我應該得救 我幫過幾個人 那問題就是 在神的眼中 你是不是真心去做呢 是不是出於愛神 關心人的心去做呢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 我們不能判斷 但是 如果一個人 譬如他做一些好事 有時候人只是一種 就是見到人淒涼的去幫他 但是沒有一種 很榮耀神的心 因為 耶穌說到 做在我的弟兄的身上 那就是說 是做在屬主的人身上 是有一個心態 就是我想祝福屬於主耶穌的人 有時候有些人 譬如被人求 求得很辛苦 好了 我幫你 我幫你 到底他是不是得救呢 我不知道 我們知道 甚至有些人奉獻 他到底跟神關係怎樣 我們知道 他是可以 不得救 那麼主要的意思就是 我們得救 是本乎 恩直著信 但是 我們得救 一定會有果子 一定會有 生命的果子 和侍奉的果子 而當他侍奉的時候 也都是 有生命流露出來的 就是耶穌都說 如果 有些人說 我奉你名傳道 奉你名趕鬼 奉你的名行 許多義能 但是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 就是因為他的生命裡 沒有遵從神 沒有結出 聖靈的果子 在生命裡 他不是良善的 這樣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 那麼 我再說一次就是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得救的人 一定有行為改變 好了 如果一個人 他在罪中 沒有悔改 的時候 他的後果 就好像這個人 他沒有傳呼音 就是他真的 完全沒有傳呼音 他完全沒有結出果子 都是罪來的 就是這個 第一我們向不信的人傳說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犯罪 我們得罪人 我們生氣人 我們說謊 貪心自私 這些全部 都可以叫我們落地獄的 公家乃是死的 而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完全沒有改變 是 那有些人說 我有改變少少的 那麼 那個問題就是 改變少少 是不是出自他那個 靈命的改變 那什麼行為 好行為是神所接立的呢 就是他裡面 從裡面 生出一個新的生命 神接給一個新的生命 他會跟從這個新的生命 更新改變 那麼他呢 就是一個得救的人 就是有 從聖靈而來的果子 就是有些人 他可以是傳道 趕鬼行而能 但是他沒有從神 而來的生命 的時候 他的事奉 都不能夠 顯示出 他是真 一個得救的人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不是說 他的行為叫他得救 而是 顯示出 顯示出 所以 一方面就是 不信耶穌的人 我們讓他知道 我們的罪 我們可以用個 我們的 我們的罪 都可以叫我們 沉淪的 如果我們沒有耶穌 是這些罪 都可以叫我們沉淪的 而基督徒 除了犯罪之外 也都沒有 寄出果子的時候 也都可以沉淪的 而下面就是 說到 唯有神的恩賜 這裏的恩賜 跟我們普通說 熟靈的恩賜 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 禮物 神給的禮物 恩典 在基督耶穌裡 乃是永生 因為耶穌為我們代死 所以我們有永生 我們可以 由現在開始 永生是現在開始的 現在開始有永生 信耶穌之後有永生 當然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就是一個 是一個榮耀的狀況 榮耀的狀況 有永生 就是永生的階段 一個就是 在地上的階段 一個就是 在榮耀的狀況 就是耶穌回來之後 或者我們離世 去到天堂的狀況 這兩處經文 都是講到人的罪 就是人心比萬惟 都鬼差 還有罪會帶來的後果 是可以叫人沉淪的 如果一個人沒有耶穌的救恩 他是會沉淪的 他是永遠的 離開神永應的 OK 好 我剛剛講完這些 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 有沒有詢問 這裡的內容 我們所講的 就是去幫助人 去了解罪 和了解罪的後果 我們也幫助那些 就是他說是基督徒 但是他的生命很有問題的人 我們也需要幫助他 去了解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需要了解我們的罪 才可以悔改 信靠耶穌的救恩 才可以得救的 好 那我們現在去第三個經文 《加勒提書》五章十九節開始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奸淫 污謂邪蕩 拜偶像 邪術 仇恨 憎恨 忌恨 老奴 結黨 紛爭 異端 疾渡 醉酒 謊言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個經文是非常之強烈的 我們即使講這樣的經文的時候 我們都不需要 好像大大聲地跟人說的 不需要的 我們只是說 我們人人都真的有罪 而這些罪如果沒有耶穌射免 是可以沉淚的 一個就是講到一個人從來沒有信到耶穌 第二種情況就是講到一個人信了耶穌 但是他生命依然有這些罪 而他沒有悔改的時候 他一樣是可以不得救的 我始終都是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他心裡到底有多少知序 可能他的知序是很輕微 求主赦免的心也是很輕微 我們不能否定他可能有這種情況 不過我當然會鼓勵人 不要只是輕微的知序 是很強烈的知序 知道罪的可怕性 罪會破壞的 不僅可以叫我們失去救恩 是可以破壞我們整個生命 所以我們需要真心承認知道 罪是很有破壞性 他一方面可以叫人失去救恩 另一方面可以讓魔鬼留地步 把我們整個生命去拆毀的 所以我們知道罪的後果 這裡所說的罪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很容易犯了 這裡說到有奸淫 有些人說奸淫我未必會犯過 但是聖經說 看見婦女就當淫念 此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奸淫 即是說心中的淫念已經犯奸淫 污衛 任何的污衛不潔淨的東西 任何不見得光的東西都是污衛的 都是可以叫我們失去救恩的 另外就是邪當 一個淫淫的生活 一個淫淫的人 是有邪情私欲控制的人 又是拜偶像 拜偶像可以說到是拜其他的偶像 所以凡是拜過偶像的人 都一定為我們拜偶像而悔改 而且不只是悔改 是心裡面完全斷絕他 因為知道這些偶像 就是魔鬼使用的欺騙 去幫人以為他靠這些偶像可以得救 拜過那些不同的偶像 中國有很多很多種的偶像 拜過這些偶像的 都一定是需要真心悔改 並且是憎恨這些偶像 因為他們是傷害人的生命 他是去搶奪人的生命 我有時聽到人說一些說話 有些人信耶穌之後 他都不懂得改變 他不知道那些說話的意思 譬如有些人拜過黃大仙 他跟我說 那我就請黃大仙走 我說你不是請他走 你是趕他走 你奉耶穌名趕他走 因為他用了那些 就是那些道教的人的說話 就是如果他們 放了個偶像在家裡 然後不要他就請他走 我們不是請他走 我們是奉耶穌名 吩咐他一定要離開 那就是拜偶像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就是 拜偶像就是 心中 亂摸一些東西 愛一些東西 看重一些東西 在一個很高的地位 的時候 也可以是偶像的 金錢可以成為人的偶像 要成功 能給別人看 可以成為一個偶像 或者是 貪愛世界 貪愛享受 這些都可以成為人的偶像 任何一件事 我們在心中有一個很高的地位 已經是偶像的 邪述 就是任何的邪述 有些人 他們是會 信耶穌 但是他又會 信一些其他迷信的東西 我們要完全拒絕這些迷信 譬如說 星相 體相 有些人 有時候他會說 我以前有個體相佬 告訴我 我就會有什麼發生 什麼發生 他的心一直害怕 那這個都是信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 最好就不要接觸 而不要信了 那另一件事呢 我會看到 在這個世界上 那種異教的影響 是令到有很多人自殺 那為什麼異教影響令人自殺 就是因為 那些異教的觀念 就是死了之後去另一個領域 這個領域並不是慘得那麼厲害的 那 那如果你活得很慘 你可以自殺 就會去到另一個領域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種異教的影響 當然有這種思想的時候 也是 可以說是 擺偶術 或者擺偶像 或者信一些異教 這些都是 可以是 就是 叫人 失去救恩的 當他 就是 對於 生與死 用一些 異教的方式去看的時候 都是可以令到他 失去救恩的 那另外呢 就是 有些人 會相信耶穌 他又相信風水 他又怕 有些什麼 不吉祥 就是有些怕 有些不吉祥的 或者一些不吉祥的 說話 不可以說的 那這些都是迷信 來的 那我們都要 不要有這種的 秘技 然後就是 仇恨 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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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人生總有 總有憎恨的 譬如 考試 那當然要 要比人厲害 那但是考試 你可以用一種心態 就是 我要自己追求更好 但我不用說 我這次要考贏他 我要比他厲害 那這個是 憎恨的其中一個意思 另外的意思 總之 跟別人競爭 跟別人比賽 就是要比別人厲害 的時候 可以是競爭 那然後呢 就是 忌恨 這個 妒忌 但又憎恨 老怒 去生氣人 那有人 就算做錯 是他的問題 我們不需要生氣他的 那然後呢 就是 就是 結黨 就是說呢 我們 有些人呢 組在一起 去敵對某些人 紛爭 跟別人呢 有一些 對抗的行為 去 對付有些人 跟他有紛爭 異端跟從 異教 就是 疾到 就是 不看到別人比自己厲害 看到他的厲害 就心裡就不歡喜了 那 這件事 就是很容易犯的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 疾到的 醉酒 那這裡說到 意思不一定 就是醉酒 就是沉迷於某些事情 譬如沉迷手機 沉迷看電影 都可以是這一類的 謊言 就是說呢 是 享受食物 享受什麼 是 去到一個 很強烈的情況 就是人生日追求這些 這些 那這些人是可以 不得救的 如果他沒有悔改的話 沒有信靠耶穌的救恩 就是可以不得救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 保羅沒有列出所有的東西 就是說 凡是罪 都可以叫人得救 那有些人 他對這個經文的看法 有一種的看法 他就說 那我們人都有的 那所以 我們有信耶穌 信耶穌得救 那就行了 信耶穌得救 那這所有的罪都沒有了 都赦免了 那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很小心 就是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真的在心裡面 一直傳著一些憤怒 疾度 淫念 一直在一個污衛情況 的時候 到底他是不是可以影響 他和神關係呢 這個我們不能夠去判斷 但是的確是可以發生的 那耶穌也有警告 譬如不要恕人的 天父也不要恕他 那就是說一個罪 可以是令到人 是失去救恩的 天父不遙恕他 他就是他都不救恩 是不得救啦 那所以呢 我想說就是 不只是說 我信耶穌 整體所有的罪都捨不去 當我們知道我們有某些的罪 我們是需要為到這些罪 是逐樣去認罪 並且我憎恨這些罪 我有生氣這個人 我不遙恕他 我不肯和他講話 我心裡抗拒他 他和他鬥爭 這些都可以令到我們 不得救的 那 但是我們也不是說 我遵從所以我得救 是永遠都是耶穌的救恩 永遠都是耶穌的救恩 永遠都是耶穌的救恩 拯救我們 所以我們悔改信耶穌就得救了 但是我們的心裡面 一定要知覺 就是說我們 犯的罪 當我們繼續被那樣罪影響的時候 可以影響我們和神關係 甚至失去救恩 這就是這個經文所說 也都是耶穌所說的 你不遙恕人的過犯天父 都不遙恕你 就是說到 是 罪是可以令到我們失去了救恩的 OK 好 那我 因為這裡解釋罪 就是一連串的說 比較好一點 那我就在這個時候 我就停一停給大家 去發問 有沒有人有問題 就是說關於 罪啊 比如說可以失去救恩 這些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阿牧師 我呢都試過很多次 就 一些朋友的反應呢 就是說到罪呢 他們的概念就是說 我有沒有殺人放火啊 那當我說到說 譬如每個人都試過說謊啦 或者自私啦 或者妒忌啦 這些都是罪 那他或者每個人都是這樣啦 那就是他的概念覺得 很多人都做的事情 那就沒有很大的問題 那很多人在我們角度 當然覺得很有問題啦 那但是 我們怎樣更加有效地 去回應這些的問題呢 還有第二樣呢 就是說 就是 都有跟他講到說 罪的功架就是死 那於是呢 有些朋友呢 就會說 那就是用落地獄啊 死啊 這些來恐嚇人而已 說那你們忠告 其實我挺有限啦 就用這件事來嚇人啊 就是逼人來一定要去認罪啊 那就是這兩方面 所以我都幾經常遇到一些朋友的反應 那當然啦 有些他客氣 他不信他 總表示說 我沒有什麼興趣 那但是有些真的比較熟的朋友呢 那他可能 反而是可能很認真 去想信仰的東西 那但是他過年 他真的覺得 哇 你們究竟這麼霸道呢 哇 一定要人來認罪啊 那這些罪個人都有啊 一會兒又說罪的功架就是死啊 那就是在那裡嚇人啊 那就是怎樣去回答他們呢 這兩方面的問題 OK 第一呢 就是有些人說到就是人人都有啦 那我的回覆就會是這樣 那首先我們如果傳福音呢 我們解釋罪的程度 可能是一個比較膚淺的程度的 為什麼呢 因為傳福音那時候呢 那些人還是沒有認識聖經 那有很多罪來講 他是比較難些去明白接受的 那但是呢 有些明顯的 就是譬如說 偷東西啊 罵人啊 傷害人啊 得罪人啊 這些他會容易明白一些的 那我們 就是等他真的相信耶穌了 我們先逐步逐步幫助他去了解罪的不同 那我們解釋怎樣去解釋給別人去接立這個觀念 就是說人有罪呢 那其中一個方法可以這樣說 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這基本上是一些 怎樣用智慧的方法 幫人知道他有罪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證據證明有神 那你覺得去到天堂那裏去到神那裏呢 那些人呢 還會不會鬥爭呢 譬如如果天堂的人都鬥爭的 或者在世上的時候生氣某一個人 他仍然生氣那個人的 那你會覺得這個天堂是不是這麼好呢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期望神和天堂是很完美的 如果天堂那些人又是這樣鬥過 去到天堂在那裡大家鬥過鬥過 又不理會誰 那我們會很失望 那我們就說你會不會覺得很失望呢 如果去到天堂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天堂會這麼完美呢 就是因為神是很聖結光明 祂是很好的 如果神是容許罪呢 那將來在天堂那裏的人又鬥爭 就是我們會很失望 在世上鬥爭,在天上又鬥爭 但是因為神就是聖結光明 所以祂呢 祂的聖結光明又令到天堂是很完美的 在那時候我們所有的罪都會沒有 是很完美的 那就是說如果神是這麼聖結光明的時候 祂是不能夠容忍任何的罪 因為祂是聖結光明的 就是好像一個人穿了一件很漂亮的白色的衣服 那件衣服稍微有一點點污點 即時很明顯的 是很肉酸的 譬如說有個人說他買一套很漂亮的衣服 準備在一個晚宴那裏去穿 誰不知 入了門沒多久 人家那些茄汁淋了到他的衣服上 我相信祂一定要找方法去換一件衣服 祂不可以穿著這件衣服有茄汁的在他身上 那我們的神都是這樣的 所以祂是聖結光明 你喜歡一個神是任你犯什麼罪都不要緊的 即是你就去到天堂的 因為你喜歡一個神 真是他裡面沒有了罪 你喜歡天堂是沒有了罪 因為天堂那些人還在那裡吵架呢 如果你想天堂是再沒有罪的 即是說神是沒有罪 神是不喜歡罪 他不能夠忍受罪 人一定要悔改 人又做不到完美 所以只能夠是耶穌 他是全能的神降生做人 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承擔了罪的刑罰 所以我們才能夠得救 這個是神唯一的解救的方法 所以不是我們作出來的事 因為神的本質是這麼聖結光明 所以一定是人需要悔改 信靠耶穌才能得救 這是我第一部分回應 這是一種可能的方法 另外我想到另一個方法可以這樣說 我們譬如有個人騙了我們的錢 我們會不會覺得很不憤 譬如說都騙了一筆大筆的錢 我們會很不憤 但是那個騙人錢那個呢 他可能有藉口 這個人這麼多錢 騙他的錢都沒什麼所謂 即是得罪人那個就不太覺得的 或者他罵人他不太覺得的 但是被人罵他就很不覺得很不喜歡 他有沒有搞錯這樣罵我 或者我偷了我的錢 那麼我們人對於自己的罪 是沒有那麼敏感的 但是對於人的罪是很敏感的 那麼神是會顧念到每一個人 就是說每一個人得罪人 譬如我們周圍的人有沒有哪一個 未試過得罪我們呢 當神顧念到每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會說這個人你得罪的人 你的罪是仍然在的 除非你真是悔改社罪 我們本身都會覺得如果有人得罪人 而他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 譬如有一個人又殺人 又偷人的錢 又騙人 譬如現在經常有詐騙 被人騙了幾百萬 那人當然覺得這個人抓了 應該一定要罰他 一定要坐牢 但是如果神不是這樣公義的時候 人就會覺得他犯那麼多罪 神都不去懲罰他 就會覺得是不公義 所以神都放了這種心在人的心中 就是罪是一定有他的罪的代價的 那我們解釋為什麼神是這樣去 就是對於我們的罪 他是一定要我們去悔改 得到社罪才可以來到他那裡 因為他是光明的 人不可以接近他的 OK 這一點我回答你 OK 也都可以有時候想到其他方法去回答 都可以的有時候 其實他很多時候強調 就是說 我又不是犯了很大的罪 我可能更多會自私 或者會是妒忌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現在這個世界有誰沒有試過自私 妒忌這些東西 就是怎樣有智慧地 回答他 令到他馬上明白 就算你犯這些 其實很多人犯的東西 不是代表那樣東西沒有問題 都一樣是罪 就是因為真的很多人 就是我講的 就是那些都叫做 就是我們眼中 都叫做兩好市民那些 就是他們真的第一個概念 就真的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罪人 就是他們覺得這些很小事 怎麼說呢 就是在我們眼中 我們當然知道這些是不對的 但是他們真的覺得 就是有時候覺得奇怪 就是為什麼 這些每個人都做的 每個人都有的 這些 就是怎麼去改變他這個觀念 就是對罪的那個觀念 就是他們覺得我 我不會去繞了 擺片我已經是一個良好市民 譬如我到的人 就是有時候我 譬如說 有時候說 美麗的謊言 我這些又沒有犯到罪 沒有違反到當地的法例的 就是他們會有這個 這樣的 喂 OK 你那裡的線路斷了 OK 那我現在 回答你 就說到有些人覺得 這個不是很大罪 那麼其中一個方法 可以這樣回答 就是說 做的人就不覺得很大罪 不過受的人是覺得很不舒服 很辛苦的 譬如有很多人 被人得罪 譬如我們問他 那些得罪你的人 有時候他們都沒有犯法 他們都不是很大罪 但是他們的行為 是令到人很不舒服 很不開心 所以有時候 即使是那個 讓罪在人的標準 是不是很嚴重 但是受的人是辛苦的 譬如就算很簡單 有個 同學 欺負另一個同學 那可能他不是很嚴重的欺負他的 但是那個老師就 被這個同學 因為這個同學是他的兒子 或者他的朋友 的兒子 那他就 唉 沒事了 你不要當一回事 那些其他學生是會有公分的 即是會覺得很不公平的 即是我們可以用一些這樣的例子 去被人看到 就算本人 不覺得很重要 但是受的人是辛苦的 其實有些傷害我們的人 他們都挺好的人 他們都是對我們好的 不過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沒有發現到自己 有一些地方 令到人 受傷害的 那這個就是 神就是 他就是完美 那你希望天堂是完美的呢 天堂完美 就是這些罪都不能容忍 那這個就是這樣回答 那就 因為他先 我不知道剛剛那個姐妹 你還能不能說回 因為第二個問題呢 我回答了這麼久之後 我又忘記了第二個問題 有沒有人告訴我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罪的功架就是死 那些非焦徒 他會覺得 焦教很霸道 用死來嚇人 就嚇人 一定要去認罪悔改 就是用死去威脅 那些人 一定要去信 那樣 OK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告訴他 如果沒有神 我們怎樣生活 或者我們死後 什麼都沒有了 是無所謂的 當然在世上是不公平 但是呢 是沒有一個永遠的後果 那麼問題就是 你關不關心自己 你 你希望你可以 因為神是 神是不能夠容忍這些罪 就是不是我們 我們去設定這些標準 是因為神是他很聖結光明 所以他不能夠忍受任何這些罪 他的本質是這樣的 人一定有 他的完美就是 任何的罪 沒有得到赦免 他都不能夠忍受到的 就是他的本質 那麼當我們知道神是真實 而他的本質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悔改 就不是說 不是我們作出來欺人 嚇人 是神 自己是這樣的說法 就是這些罪會帶來後果 那麼你會不會關心自己 你能夠得罪救恩呢 還有呢 另一點就是 我也說過可以有幫助的 就是說呢 嗯 你想要有個天堂是完美的 你想要有個神是完美的 如果是完美的神 他就不能夠忍受任何的罪 那麼這個就是我的回答 有時候可能是他需要看到他的罪 得罪人 他才會有真正悔改的心 有時候可能是這樣 其實一個人他真是知罪 這件事真的需要神的靈的感動 我們一方面去幫助他 但是也都是人 人本身是不喜歡承認罪的 那麼我們都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說 當一個基督徒真是很被神改變 他的生命很大改變 當他知道罪的可怕 跟著他全面性對付罪呢 他的生命就變得很美麗 這是另一方面去告訴他 有些基督徒真是以前是傷害人的 有分愛情的 但是他相信耶穌之後 他真是跟他家人復和 我們就看到耶穌那種改變生命的美好 就不是好像 就是好像只是為了嚇人 而是真是悔改 得到謝罪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就改變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或者有其他問題 有人想問 還有呢 就是有些人呢 你跟他說 罪的功架就是死 所以呢 到最後呢 你就就是永死了 那些 那也都很平常呢 有那些非焦徒呢 他會說 這輩子的事情我都搞不定了 下一輩子究竟 就是說 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不會去 去border 究竟我將來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不知道現在這一輩子 我搞定了就算了 也都有一些呢 就會覺得 人的最重要 我現在這一生 我會在當下 我開心心就可以了 所以 就算 就算 罪的功架是死 將來 是怎樣 都未必一定會發生 所以 都 就已經 現在的生活 生活得好就可以了 會這樣去想 OK 那這個又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覺得 信不信有個神 譬如有證據 我們讓他知道有神 還有信不信我們需要接受審判 那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 那的確有些人 你怎樣說法 跟他說 神是真實的 我們真的要面對神的 有永生 有永刑的 那你想不想能夠得到永生呢 還是在地獄裡面 永遠要 為我們的罪而受刑罰呢 那 有些人是真的 你怎樣說法 他都不肯 不肯改變的時候 責任都不在我們身上 不過我們可以用各樣的智慧去 去想想想 譬如 思考或者一些見證 譬 其中我想到其中一個見證可以有幫助的 就是有些人去到天堂 他發現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耶穌對他的完全的接立 就是耶穌知道他的罪怎樣不好 但是他去到天堂的時候 耶穌不是去提他的罪 耶穌就是接立他 那他很被感動 他就很想去改變 那耶穌給他的機會回到地上 他就很大改變 那也都有人去到天堂 就看到一些家人死了的 都是對他們很大的接立 那些人發現和地上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有些人在地上的時候 他們都不是對他那麼好 但是去到天堂的時候是那麼好的 那有一個女人曾經墮胎 那他這個經歷我們作為參考 這些是 他就去到天堂 看到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告訴他 我就是你墮胎那個小孩 那他跟他說的訊息就是 我原諒你的 你不要為這件事一路仇苦 我是原諒你的 那他覺得很特別 就是被他墮胎那個小孩 居然跟他說 我是原諒你的 那這個就是天堂裡面那種美善 就是我們告訴別人 世上我們找不到愛 不過在天上我們真的找到愛 還有就算在世上有耶穌的同在 我們都可以有神的愛 去祝福我們 改變我們 你想不想能夠經歷這個愛 和神的祝福呢 那有些人你說的極點 他都不肯接受的 但是我們去解釋給他聽 也都分享神的改變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經歷聖靈報道法 就是幫他經歷聖靈 譬如他有煩惱 有不開心 睡覺睡不到 身體疾病 我們為祈禱以後 他經歷到神的平安 那我們就可以說 神這麼真 這麼好 這麼祝福你 你想不想耶穌以後救你呢 這些都是回答你 關於 就是說向人傳呼 可以用不同的智慧 各樣的智慧 去幫助人去認識神 好的,謝謝牧師 好的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一問 就是有時候接觸一些微信 他不認識神 那他們就會身邊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 那他們就說 哎,看到他們 他們比我更糟糕 是吧 就是他們都很多疾道紛爭 很多論斷 那些鬼打鬼啊 你說我 我說你 那他 就是看到 因為我自己接觸 基督徒都是有不同的階段的 那有些可能真的 就是 說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就沒有生命改變 那些 那些 有些可能真的是基督徒 但是都很多自己的罪性 還沒有清到 那他那些 他那些 還沒有認識 那些 那他見到這些人的行為 他只是這樣 就很影響他 就是對神 就是這個神是不是可以的 你們信了都這麼吵架 那他就很疑惑了 那我不知道怎麼解釋給他聽 就是其實那個罪在人心中那裡 其實是要認 只不過生命改不改變呢 是看他在神那裡 怎樣掌控他的生命 怎樣解釋給他聽呢 不是掌控他的生命 是那個人怎麼聽話 聽神的說話 他肯聽神的話 是的 那些 那些未認識神 那些看見他們那些 就是那些行為不好 就是很影響他信 是 所以我們最好就是 我們自己有一個好的見證 所以我們成為一個好的見證人 好的存呼吸的人 一定是我們本身都處理我們的罪 當人和我們相處的時候 發覺我們真的有愛心有內心 是接納人 不去輕易發怒 不去得罪人 是處理內心 所有的問題 又對人關懷 愛心 那人就會看到 你真的有耶穌的生命 還有我們都 有聖靈的能力 為人祈禱 去讓他看到 就是說原來神可以這麼大 祝福人 還有使用我們祝福人的 那也都 就是可以讓他知道的 基督徒都是罪人 我們都是需要被神改變 那就是每一個人 他信耶穌之後 他的改變有多大 那的而且在天國裡面 是有些人他的改變是很小的 但是我們 他改變小 不代表神不好 是他不聽話而已 那所以我們都 都希望你看到神的尾線 你就會跟從神 那神就喜悅你 和祝福你了 都讓他知道 基督徒都有他的問題 但是他呢 有時候他比較 他看到那些基督徒 和另外一些不是基督徒 他覺得不是基督徒 比基督徒更好 那些人 就是他有些 比較的概念在那裡 就是他自己生活層面 接觸到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 就是真的 求主幫助我們 去能夠有好的見證 但是我們都可以讓他知道 就是有些人 你看到他很好人 有時候他本身的性格 比較柔和 所以呢 或者他很肯去幫人 所以人就覺得他很好 那雖然他在這些方面 他是有他好的地方 這個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也都聖經有解釋的 就是因為呢 就算沒有聽過律法的外邦人 他們 神的律法在他心中 叫他知道什麼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讓他知道他怎樣做法 就是會感動人 有連率的心 有關懷人的心 這個都是神放在人心中的美善 就是人都有這種美善 所以他會有這種改變 不過始終就算他多好都好 他都是有他的罪的 都是他都是要在神面前得到謝罪 才可以回到神那裡的 我們不是去比較誰好些不好些 而是呢 我們就說人都有罪 那他而有好的地方 因為神是放在人心中 有那個好的本質 那也都同時 有些人你看他外面很好 但是他呢 在某些方面我們看不到的 都會發現他有些問題 譬如有些人他跟外人 外面人相處 就覺得他很好 不過他家人 尤其配偶 我不是覺得他那麼好的 因為呢 配偶就跟他相處的時候 發覺那些磨擦 就是真的有些人 他對外人是好過對他配偶的 那他就是生命某一部分 他是沒有處理到 所以呢 他生命總是有些不同的問題 OK 好 好 這些是我們沒有完美的答案 可以說 OK 和牧師不好意思 我想問呢 就是說 你會說 像驚徒也有軟弱 那我以前聽過人說 比如說 信耶穌的人 到最後得救了 但是呢 都有分 就是說 那個官面 當然有些人可能 到審判的時候 拿高分一些 有些會低分一些 是不是這樣的呢 就是拿不同的官面 OK 這個呢 其實我在之前 曾經都有說過這件事 那我簡單地說 就是說 我們復活的時候 的身體是怎樣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 哥倫德前書第三章 那裡說到 我們各人所做的是 金銀寶石 或者是草木和佳 就是 將來 各人要按自己所行的 得自己的賞賜 就是 這個聖經是有清楚地說的 還有呢 在哥倫德前書15章 講到死人復活是怎樣 很久是講到 將來的 天上有天上的形體 那 日有天上是怎樣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有榮光 這個星有榮光 和那個星也不同 那就是說 將來我們復活 然後他就說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將來復活的時候 是有些人是 充滿神的榮光 有些人是 很輕微的榮光 那 而在 出阿及記33章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的時候 神就說 我要將我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那所以 神的榮光就是 祂的恩慈 即是包括祂的恩慈 包含祂的恩慈在那裡 所以那些 越是聽祂說 遵從神 侍奉神 忠心侍奉神的人 他們將來是會帶著神的更大的榮光 在大耶書也有說到的 那使多人歸異的 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遠 就是會一路發光 好像星一樣 一路發光直到永遠的 就是講到 那些使多人歸異的 就是說 帶領人去跟從神 遵從神的人 這些人呢 他們是 將來就會 在天上是 大有榮光的 而這個榮光是應該 包括神的恩慈的 就是說祂永遠是更加享受到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的愛 那這個是 就是聖經有不同經文 都是講到有分別的 是真的有分別的 那所以 我也講過四個動力 就是神很愛我們 和祂的大能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遵從神 愛神 親近神 自奉神是一定無福 這個無福 是今生來生都無福的 那第四呢 就是沒有親近神 沒有遵從神犯罪的 它是一定有破壞性的 那 所以 是真的有分別 那而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有些人以為 我也有信耶穌 不過 我的果子很少 問題就是 他的果子很少 是怎樣 有時候他不是真的 發自內心的生命改變 他只是 即是可以模仿人 做一些好事 那到底他是不是 因為聖靈居住在心中 還是只是他 模仿呢 那 他到底有 有幾多神的生命 裡面呢 就是有些人完全沒有神的生命 他只是跟著人這樣做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這個是我們需要去提醒人 那不是說我們要救行為 要到什麼程度 而是真的有神居住在心中 是神推動我們 我們會回應的 會遵從祂的 這個就是得救的人的表現 但是如果 就是說那些真正信耶穌的人 還有不是那種 純粹要跟人 自己都不是真心相信 就算是奉神 也不是用真心的那些 那就是 那每個人都 得救都在天堂的 那就是說 你說有不同的賞錢 就是說有些人會在天堂多些賞賞 那些人會開心些 還是怎樣呢 就是在天上的時候 這個賞賞 到底是什麼呢 神經是沒有清楚說的 有可能就是他更大 我剛才有說到的 就是經歷神的愛 那就是說他會更大 經歷神的愛 或者他經歷神的喜樂 各樣 總之神給得我們的禮物 一定是好的 那我們 愛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肯定 因為在 《出鴉求必33章》那裡講到 神的榮光 帶著神的愛 但是至於其他 是怎樣呢 另外在路加福音有說的 那些賺了更多錢的 因為他主人派他們 一定銀子 有些是賺了十定的 那他就管十座城 就是聖經是有 是有說這個 OK 那我是不是回答了你們的問題呢 OK 那我們到這裡為止 OK 我們如果再有問題 可以寫出來的 OK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清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是美善 你是聖結光明的 神裡面是完全光明 求主幫助我們深深 體會到罪的可怕性 罪的破壞性 罪可以怎樣影響人 求主幫助我們 真心 就是說 神啊我們需要你 射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 能夠在神面前 得到 即我們靠自己可以清義的 是一定是神的恩典 才能夠祝福我們 射免我們的罪 去處理我們的罪 不要讓罪在我們生命中破壞我們 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 破壞我們的生命 主啊我們願意更加遵從你 走你的路 而在一個喜樂的狀態 輕鬆的狀態 因為我們知道罪是不好的 我們遵從神 我們就可以歡喜快樂 我真的有遵從神 神是歡喜的 雖然我們有不完美 我們就求主射臉 但是同時我們有改善 我們就感謝神 神啊我有改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一直提升我的生命 真是美好的 我願意全心去愛你 求主幫助我們 有膽量 有智慧去幫助人 因為世人他們都不太知道自己的罪 所以我們真的看到人很多時候 得罪人 傷害人 他不覺得有問題 就因為他不知道罪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是怎樣去幫助人 認識神的美善 認識天堂的美好 讓人渴慕神 渴慕真神 也都思想到我們永恆的住處 思想到有一位真神 我們可以永恆跟祂一起 是極好的 而如果我們在罪中的時候 是會對我們生命很大的破壞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也都賜給我們智慧 怎樣去傳人福音 怎樣去幫助人 幫助人去認識你 認識知道自己的罪 去真心悔改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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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